今天我也看不懂 說實在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 他私下是怎樣 是賣還是抽 然後現在就 發生這個事情 我也很莫名其妙 因為我們平常 沒有在聯絡 由於網紅捲入大麻案 館長直播被cue到 聊聊Pita哥哥 雖然投為健身教練 但館長直言 兩人已經好久沒碰面 我就覺得他很隨X 我不是說他毒品這個水 我是說他從去年 折到 頸椎折到 那很嚴重 看那個樣子 然後後來又離婚 館長不想落井下石 面對網友提問 不願多談 就連與Pita友好的網紅們 也沒有發文發表任何意見 同時外界關注的 還有Pita的各種代言商品 來吃剛處理好的 金豐盛蜜香蕉麻雞胸 Pita哥哥聯名的雞胸肉 正在全家便利商店販售 名人沾上負面新聞 代言業配 恐怕都會受到影響 看看上一次 9man的大麻事件 聯名的三明治或者是飯糰 現在還有 那個目前沒有 蛤 對 我這邊目前沒有 就是 品質又問題先下架 絕妹一被警方逮捕 坦承吸毒後 統一超商當晚立刻下架 聯名商品 這回全家回覆 如果代言人確定設法 商品就會停止販售 同時Pita還要與營養團隊 共同研發的營養食品 無論是保健品或蛋白粉 廣告直接請來Pita當model 由於這回毒品事件 還有諸多疑點還沒釐清 Pita代言或者業配商品 仍在架上販售 從歷經身體受傷 到結婚離婚 現在又捲入毒品案 Pita進來 或不擔心 進行用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